清除剑兄弟们 这把剑是PVP最强武器 可能比炎制圣剑还厉害 它的攻击距离大于15 也就是说你碰不到我 我能打到你 而且它这一剑下去 可以清除敌人身上的所有装备 包括物品篮还有背包里边 都得被我清除 所以说拿着这把剑 BOSS来了也不怕了啊 咱现在回家 存一手 哎存一手 咱们这些东西留一个就行了 这图灯不用带 这也放家里 再来24个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抗性提升全满 24个法老王方块 把那个抗性提升全满的开出来 咱就可以说是全副武装 最强装备 非我摸水 哎什么东西啊 好像开的 又好像没开 来个怪来个怪 让我试一下清除剑的威力 哦 开到了 不过这得是二选七一 这个是抗性提升 你看全满 但是没有了魔法防御 就是说魔法伤害会对我造成伤害 先留着 一会儿来个头盔 那我就可以把那个头盔换上去 哎 刚才那个魔法头盔就不该扔 不然现在我就全套了兄弟们 卖啥的 别走 哦 不行 没意义 他这法老王全套 哎 等等大哥你等我一会儿 别走 拿啥换的钻石是吧 换一套装备 咱们收藏 收藏价实 哈哈 我只有一个鞋子和一个胸甲 裤子跟头盔我还没有呢 裤子 哎哟 头盔 好咱们换到了 小伙大哥再见啊 拜拜 哈哈 就走了 你看就给他送走了 挂件呢 抗性提升的挂件呢 大哥 那个抗性全满的大盾牌 有一个盾牌 兄弟们 是他卖的不 也不是他 不要图腾 图腾没有用 哎等等 我看这么能不能搭配出来 他的防御力呢 他防御力不够 手机版夜风同款组件 认准MCS夜风工作室 你想玩的 这里全都有 那再配一个这个呢 这样也不够 裤子再配上呢 还是差一格 你真对我是吧 哎呀 很烦 那兄弟啊就先 只能这么穿 然后抗性提升 想办法 来条裤子应该就能行了 如果来条裤子 应该就能行了 咱们回家存一手东西 现在想法把这两个 这几个数值给他搞满 这几个数值得搞满 再来24个 法老王方块 实在不行 一会咱们弄 复数也行 复数里边 好像也有加 抗性提升的 哎 不要加厉害呀 打起来 还好我有精准采集啊 不然咱家就危险 要知道法老王 是能开出爆炸怪物 而且他还有一些建筑 哦 头盔自己开出来了 保护茬 头盔都是一样的 哎 兔子来了 也许真能成 看防律 哎 你非得插半格 恶心 头盔呢 戴上呢 还是插半格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就一定 一定 一定得让我拿到 那个图腾 哎 非得有那个图腾 就是一个大盾牌 他这里有的 就不给我开 可能是加了幸运值 也许不加幸运值就有了 朋友们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喝这个饮料 但是他不是永久性的 他得喝 他得一直吃那个 我不想吃那个东西 那东西他还加速度 太卡了 再来个魔法头盔 也许能解决这些问题 有没有魔法头盔 哎呦我吹嘴了 很难受兄弟 咱们要不跟副术那边找找 副术有一个靠性全版的胸甲 对吧 那红色胸甲 也许我能通过那个 得到这些东西 而且我还可以拿这个刀 去附属的boss里面试试 能不能清除那些boss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